中期疫情看似遥遥无奇 但国内中研院既研发出 单糖化极涂蛋白疫苗 现在更找到超级胆株抗体 说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可以更清楚的辨识 这个病毒的特征 那真正遇到病毒来感染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就会比较完整 最新研究数据中 在接种过两剂单糖化疫苗的 转直属抗体中 找到超级胆株抗体M3EA7 这个抗体不仅情和力高 也能闪过目前已知病毒 突变变异的位点 可以和新冠病毒的结合力更强 它对于各种型的新型冠状病毒 都有效 这个当然是好的事情 我们要让它上临床试验 证明说它真的是在 中度到严重的病人 使用上去是有好处的 对比传统的单株抗体 只要病毒变异 就会逃脱失效 攻击部分狭窄 如果有超级单株抗体 就不怕病毒变异 目前全球至少有40个 单株抗体药物在研发 但像中研院找到超级抗体 有阿盛顿大学医学院 所发现的SARS-238 虽然中研院院士 中企会与马车团队找到的M31A7 能有效对抗新冠肺炎病毒 效力也比常见的单株抗体 还要强上百倍 但医师保守认为 很少有单株抗体 是永远有效 因此广泛打疫苗预防 还是医学主流 三内新闻监学会 许新清台北采访报道